弟弟惹麻烦了呢 其实他大辣辣口无遮拦的性格惹出了不少争议 像是巴巴风灾的时候 当时人民已经很痛苦了 没想到他自曝他跟总统的通信 说总统是觉得好心没好报 被篮尾骂白木 还有他担任中化制药的副总 没有利益回避 以及40年前当过枪手被抓 还有选举募款餐会上跟白狼张安乐有接触等等 他的争议似乎没停过 那么现在选举倒数面对 这好像是不定时炸弹的马大姐 国民党立委今天也直言 说他瓜田里下的行为确实影响选情 真的 拿起鞭子就往山寨马总统身上打 马以南个性直爽 有话就讲的性格 只怕还真的打伤了本尊马总统 看看过去惹出麻烦 多到边城事件部 让人记忆最深的就属巴巴风灾 自暴和弟弟的通信 就是救灾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家那个弟受了很多委屈 所以他跟我送了一个email 他说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 觉得什么人跟他抱怨 他最后一句话就说 好人没好报 一句好人没好报 逼得总统府出面道歉 马以南把私密对话公开谈 事后遭下封口令 其实不止这一件事 过去在马英九担任市长任内 马以南担任中化公司副总经理 涉及利益回避 被取上大门神的封号 最后只好辞职走人 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辞去 这个中化制要的总经理 觉得很委屈 不会啊 还有大选期间在募款参会上 跟白狼张安乐有碰面 也被对手拿来大做文章 就连2005年 马以南第一次要参选国民党主席 尽管父亲马赫林反对 但马以南跳出来助选 最后马赫林当着媒体面前大发飙 不认识你啊 这最奋战的一个女友 向我家里 我失败就是这个女友叫我快 马以南想帮忙 却越帮越忙 这一次又惹出疑私帮厂商 走后门的争议 就连自家立委都看不下去 歌星直爽的马辣姐 政坦路上似乎总是给弟弟出难题 三地新闻成立国宣伙好 台北报道 而蔡英文今天则是向马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